今天我们来测量一下四线的氧传感器 两根白色为加热线圈线 另外两根为传感器信号线 着车情况下加热线圈的电压为12V 而信号电压在0.1到0.9V之间不断变化 说明氧传感器工作性能良好 维修新能源汽车需要断掉高压线 否则会有触电的危险 断电第一步关闭点火开关 第二断掉低压蓄电池复集5分钟以上 第三拔下围修开关解除高压电 行车中发动机突然高温主要原因 第一水箱缺水 第二节温器关闭 第三水泵损坏 第四散热风扇不工作 花样式倒挡挂法 常规右后挂路法 提起锁拨推路法 摁下锁拨推路法 方向盘操纵杆推动法 电子感应挂路法 旋扭旋动挂路法 厂房三轮两档开关波动法 我们经常看到别人更换空调滤芯 却看不到下面是如何操作的 这就是空调滤芯的盖子 发动机机油的五大作用 第一密封活摘环与钢壁间隙 使上方压力保持正常 第二润滑各转动机件避免过度磨损 第三防止各金属部件氧化生锈 第四对油泥和焦化物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第五有效降低各部件的摩擦温度 点赞加关注持续聊技术 夜间开远光 开关控制远光积电器闭合 实现远光点亮 当远光灯不亮时 我们应在机舱内的保险丝盒 检查远光积电器 如果积电器正常 说明开关损坏 一三款速腾 打着车后充电指示灯不灭 着车情况下 电瓶电压为10.23V 说明发电机不发电 目测发电机的皮带正常 从保险盒上找到这根来自发电机的避正线 避正线通过保险盒的翼龙线 也就是大保险给电瓶正级充电 按理说避正线与电瓶负极电压 因为12V 但是测量结果为0V 说明翼龙线被催断 所以导致发电机无法向电瓶充电 因此出现了视频开头的这一幕 机舱盖妨碍与刮器直接拉起来 该怎么办 首先将点火开关开至点火档位 等待一分钟 然后关闭点火档 此时推动雨刷开关 雨刷会停止在玻璃的中央位置 你也可以试一试 检查电瓶负极 搭铁是否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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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感谢观看